中都航園的米酒河拿出來 又分中到地上 每一步都沒馬虎 這是主要基金會特別顧買的棉被乾燥車 順回到各社區來幫助有需要的基民來航米酒河 今年的5月開始就有這台乾燥車為社區的長者服務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服務呢 是因為我們發覺我們在各社區的看到一些 土地或者是良老相依的長者 對他們來講 塞棉被也是一個蠻大的負擔 因為畢竟人家有體力悠閒 他們就這樣搬來搬去 又生米酒河 所以我們覺得如果有這台乾燥車的話 可以減輕他們很多的壓力 雖然政府黨委也有相關的福利服務 不過有反正的新聞 辛勤的流程也不方便 所以主要基金會的大新服務 只要透過到定期 而且一到特區中價為主 這樣印度的裝車來開到9點來提供服務 希望結合到國單位中這份愛來擴典 那最主要是我們是針對社區的長者做這些服務 那當然我們社會局我知道也有一台乾燥車 只是說他們的對象是2.0的一些個案 那我們就不限於這些個案 就是讓社區的長者可以享受同樣的是一個福利 那基金會因為我們的中指是光環變鄉的長者 那這台乾燥車對我們來講是很合乎我們的中指 那也合乎社區長者的需求 那希望是如果是各地的社區有這個需求的話 其實可以跟我們持養基金會聯絡 未來這台棉被乾燥車會遲遲順回到台南國角落來服務 不管是有需要的長輩 綠色團體 還是學校 希望透過的一點生意 來幫助大家在生活環境方面更加維新 當時也照顧到身體的健康 我們的新聞 蕭美慶 劉研 蔡宏報導